Hello,大家好,我是舒适之夜的Broker Cassie 欢迎来到我们新一期的干货分享 这一期的主题是关于留学生的租房问题 在GTA地区,大部分的留学生会选择在校外自己租房子 在过去的这个暑假,租房市场可谓是腥风血雨 尤其是在几所大学周围,疯狂加价的情况语见不鲜 我总结了以下四个小诀窍 有助于留学生们快速租到心仪的房子全部是干货 第一,尽早联系地产经济,寻找房源 敢在租房高峰期以前把房子定下来 错峰找房可以赢在起跑点 第二,提前在加拿大的个人银行账户里存好至少6个月的租金 当然越多越好,一方面可以提供比较好看的存款证明 另一方面可以在offer被接受以后按时递交押金和租金 成功率更高 第三,除了护照,学签,再读证明这些最基本的材料 还需要认真填好rental application表格 如果有加拿大身份的亲戚朋友可以做担保人的话 那就更完美了 第四,在我们专业的地产经济协助下 尽快下一个有竞争力的offer 好的房源往往积不可施 这方面我们公司的租房部门的同事们就可以帮到大家 除了以上这四点,留学生也可以在能力范围之内考虑买condo 就不会有租房难的问题了 并且增值的部分有可能cover掉学费 做到以防养学 也可以考虑买楼花,利用杠杆 一毕业就可以有新房住 当然,在交接前成功拿下移民 把海外买家睡眠了就更好了 以上就是舒适之夜为您带来的留学生租房干货 喜欢的朋友们请关注,点赞,转发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